街道上几乎没有路人 越靠近金华城店家越稀疏 还有部分商店铁卷门全数拉下 只看得到街头涂鸦 商业气息相当萧条 金华城在2019年席登后 南松山商圈逐渐没落 附近商家接连喊苦 好不容易等到金华城改建 却又爆出弊案 到底该停工还是继续施工 居民也非常关注 目前专家提出两种解决方案 一是继续建造 但缺乏法源的20%容积 可以补缴代金 或是增加回馈条件 作为工艺和对价性的补偿 另一种则是暂停施工 强制取回缺乏法源的20%容积 不过就需要缩减面积 再度变更建筑设计 觉得可以盖 可是他们应该要先把那个违法事实弄清楚 因为可以带动我们这边周边环境发展 多数居民期待金华广场竞速完工 振兴没落已久的商圈 只希望不要因为科室府留下的烂摊子 影响社区发展 看一看 星期视频在网站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